如果你們有看我的IG應該知道 對不起我昨天跑去喝酒了 尺寸不合啊 尺寸不合會造成很多困擾 肩、手、腰、背、臀、腿 都會一起被鍛鍊到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嗎? 不知道 他沒有follow我 然後你們會看到我今天背後有非常多的就是是器材 所以我今天來幫大家做一個實測 哈囉你在幹嘛小姐 我在直播欸 如果他把腳舉起來你們要告訴我會阻止假 畢竟他還沒有嫁出去 嗨怎麼舉假了 不可以在鏡頭 他剛出來後面給我抬腳 我的天啊 媽媽看了要哭泣 我們今天就直接告訴大家 細大腿的秘密 第一個呢 我來夾滾輪 我們一樣的動作我夾滾輪 大家來看差別在哪裡 用力夾 很用力 你們注意看我大腿內側 還有全色 我現在用力的位置我自己脫 上面下面這裡 都有硬硬的感覺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球 好一樣就夾膝蓋的最高處 然後我都是兩隻腳平手腳 好用力夾 所以你們看我現在用力夾 好這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呢 很多人說那我就要拿瑜伽墊 好我要用力夾了 好有沒有看到就會發生這種狀況 就第一個他會夾彎 現在來夾最後一個動作 好你們看我每一個都夾很久 就讓大家看實測 好有看到差別了嗎 所以大家有看出內側線的差異了嗎 因為它是一個固定你的姿勢 然後讓你的大腿的內收肌收縮 達到百分之八十的收縮的電力 還有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的D-Bar呢 盒子裡面是一大一小 你們看我的指揮的角度 好然後接下來呢 是我們的小毛巾 然後我要公平就是摺三摺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摺三摺 上節目或者是課堂上都是這樣教大家 好想給大家看 然後它也會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就是它還是多少都會有一點點壓的狀況發生 因為尺寸不合啊 尺寸不合 我知道是很多的困難 所以我沒有講歪喔 最後一個 讓你們看 你們有看出差別了嗎 2 2 3 4 5 6 7 好勇敢喔 我剛剛腦海中就是在想著 老K你都坐到這裡了 你要中途而非嗎 中途而非是從頭再來唷 我想到從頭再來唷 我想到從頭再來我就決定不行 休息一下繼續做 減肥要有伴 KK是你們的好夥伴 究竟你的屁股是大還是翹 你可以檢查一下你自己的屁股跟大腿的分界線 我們講屁股翹 就是你的大腿跟屁股下面的分界線是一個半圓 而且外凸的圓圓形 但如果就只是大跟胖 那你的大腿跟屁股就是連成一線 那屁股大又分為兩種 第一種 它不只大 還很翹 另外一種呢 屁股大 而且很有肉 可是不翹 剛剛講了屁股的 這樣子 有這樣子的屁股的人的愛上就是 穿衣顯胖 脫衣看起來更胖 大屁股究竟是怎麼會出現在你身上的 很多人說屁股一定是你越坐越大 久坐 譬如說他的職業類別是需要久坐的人 屁股很容易走蹤 所以你的腿部循環不好 腿部的血液跟淋巴的循環都不好 好 屁股好痠喔 十 五 六 七 八 這個很可愛 而且這個超累 然後又不傷膝蓋 肩手 腰背 臀腿 都會一起被鍛鍊到 跟午節 有沒有吃粽子啊 休息了兩天 感覺如何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IG應該知道 對不起我昨天跑去喝酒了 從晚上的七點 真的喝到了早上的凌晨1點30 然後吃的我們今天在一開始呢 我要先讓大家看一個驚喜 你們準備好了嗎 你們想看驚喜嗎 有一隻重要是我要讓你們看 拿粉了 你們看 有沒有很可愛 我接一千人了耶 好開心喔 我自己倒退 再不 退退退 我不需要跟你講 為什麼這四大點 就會讓你成就美 跟你要做減肥這些事情 它是會變得輕鬆 而且你是愉快的 我真的認為無論你是屬於哪一種體型 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是一台無比誠實的機器 如何去學會照顧自己的身體 其實真的永遠都是最重要的事 而且要由你自己來照顧 我不需要跟大家講 任何以犧牲健康去換取生產的行為 都很愚蠢 根據你現在的年齡現狀 調整飲食接口 2 配合飾量 而且動作品質良好的運動方式 日積月累的維持在一個正確的姿勢 這些簡單到令你不敢相信的方法 就是無一例外的有效 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徑 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徑 2 3 4 5 6 7 8 你們還OK嗎 而且心流海的滿可愛 今天的主題就是要跟大家講 最難減的小肚子到底怎麼才能瘦 有兩個數據 你的人生一定都要留意 1是體脂 2是內臟脂肪 這兩個數字裡面的內臟脂肪 就跟你的小肚子有直接的關聯性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先要來檢查 你到底是便秘還是懷胎三個月 還是你真的就是小肚 上鬆你的腹部 腹部在哪裡 好 放鬆 用你的手指在肚臟旁邊 大拇指跟食指 展開一個大概中間是3公分 所以你們自己量測一下 然後你就是大概是這樣子的寬度 好 掐起來 掐起來 然後但是要放鬆的狀態 我承認我沒有東西可以掐 如果你掐起來 掐起來那個部分你量一下 1到1.5公分 那你還在safe的範圍 可是如果多於1.5公分 就是放鬧頂了 我跟你講就是身體在跟你發出警訊了 那就不是便秘 那也不是懷胎三個月 那就真的是大小肚 每一天做真的都沒有比較輕鬆 這就是生成肌的特性 那要來賓酒嗎 我沒有不喝 我們歡迎佩柔跟大家打招呼吧 嗨 大家好 我現在有一點點緊張 因為這是我跟佩柔的第一次見面 所以今天的這個實測呢 我們說了今天要拗小肚實測 其實這個實測完全都是真實的 他沒有follow我 所以我現在其實蠻緊張的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會說什麼話 我也不知道他會有什麼感覺 我們今天要先來實測 就是肚子到底能不能凹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妳好大發喔 我是真的很lucky欸 要請大家看一下側面好不好 側面喔 對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好 這是 對 這就是 用力 我要這樣 好 好 好 噢 今天要告訴大家 做什麼事情 可以有效的剪去內臟脂肪 然後我自己承認 因為我在 這三十天中 我有破戒喝了兩次酒 其實呢 很多養胃器做捲腹 還有所謂的肌腹肌撕裂的動作呢 他不是不有效 只是 他的這種主角是強化你的腹部肌肉群 他的主角並不是減去腹部的脂肪 所以很多人都會說 為什麼我做幾百下養胃起座 或是做很多搖呼拉圈的訓練 我的腰就是沒有瘦 我覺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讓你的身體 他的活動量大到可以燃燒脂肪 建議大家在這個時候選擇全身性核心加上有氧 然後再搭配一個正常的飲食 是最高效的方式 這樣大家應該清楚了 然後當你的身體處於在一種很活躍代謝的狀態的時候 你的內臟脂肪的分解當然也會比較加速 1 2 3 4 5 6 7 8 唉 我頭髮都亂了 唉 唉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今天的主題是 如何細小腿 這也是KIMIBA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那你可能一開始你要做一個檢驗就是 檢驗你到底是脂肪型小腿還是肌肉型小腿 手指頭捏你的小腿肚 如果呢 你可以很輕鬆的捏起脂肪層 輕鬆就可以拉很遠這樣子 你就會是偏脂肪型 如果你的脂肪型很薄 你這樣捏很大塊的厚厚的硬硬的肌肉 那你就會被歸歸在偏肌肉型 腳掌還在地上 腳掌還在霸上面 就這樣 顛下 顛下 如果你是脂肪型小腿 你想要透過顛腳肌這個動作 訓練的話呢 霸他就是幫你 把你的腳 固定在一個小腿肚肌的肥腸肌 受力相對少的角度 3 2 3 4 5 6 7 8 8 9 我昨天教大家的是 怎麼瘦肌肉型小腿 怎麼瘦脂肪型小腿 然後再教大家一個 其實練小腿的線條 最重要的是 不要練腳背 可是這個銀行版的彩蛋呢 也是Kimi Bar的功能 我必須講這次回正 正常的飲食跟作息的人生就會不一樣 我跟你們說 我現在穿了一件非常犯規的運動內衣 你們有覺得這件很犯規嗎 看得到嗎 看得到 來 給我背筋 看一下有沒有很厲害 請看一下 這身材是不是很屌 2 2 3 4 5 6 7 8 是的 Kimi Bar 30日減肥企劃 終於我們來到最後一天 那我接下來會陸續公布給大家 就是我的每一個數字的變化 因為你們知道你們的每一個表現 都讓我覺得好驕傲喔 你們真的完全是讓我臉上有光 就每個人現在提到Kimi 就說 他的學生都很漂亮 他的粉絲都超有禮貌 都是正妹 喔 幫我 如果可以上字 該躲好 後字你聽到 上字 那這些網友們說 第一天的褲子很熟悉 你有沒有看到我腿有瘋了 我的腿有瘋了 我承認我要跟你們道歉 我錯了 以前大家都跟我講說 就是那是因為你的身材 該凹的都凹 所以你穿那種很膨脹的leggy也還好 我還會很掙扎 我就會爭說 沒有 我覺得這件leggy是顯瘦的 不瞞大家說 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認真覺得這件leggy 一點都不顯瘦 完全顯瘦的是身材 不是衣服 那最後我是不是應該要來脫衣服啊 脫 欸我今天要陪你們運動嗎 來我要來讓你們比對了 對就是跟第一天同樣的姿勢 那KIMIBA減肥企劃 到今天就成功告一個段落 謝謝大家 話不多說 直接跟大家說明我這一次的 KIMIBA30天減肥大企劃 老實說 對一個已經不是妙齡的女子來講 犧牲非常的大 今天是 KIMIBA30日減肥企劃 我現在的體重是57.9 我的體脂肪從18 在三個月裡面 從18來到27.3 第一個呢 是我今天的第一個主題是 為什麼 從下半身開始練習 好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減肥運動時感受不到肌肉發力 好我今天的問題要告訴大家 就是如果你膝蓋內原會酸的同學 代表呢 你很習慣內八角 你很習慣壓你的膝蓋 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泡芙人 為什麼肥胖的人 反而可能比泡芙人來得活得久 我要跟大家講 會讓你導致你變成泡芙人的因素 有哪些呢 我不主張大家過度解食 運動有一個很棒的點 就是叫做施壓 好今天的主題呢 那一開始啊 要跟大家講的是 減肥要早對半 為什麼我的身體 可以這麼的伸縮自如 今天的主題呢 舞蹈可是最有效的四大減脂運動之一 今天的主題呢 叫做 Pinibon 不為人知的隱藏版功能 就是在生理期的時候 幫全身消腫 從今天開始呢 我要帶著你們怎麼吃 而且是很輕鬆就可以做到的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呢 減肥時最常見的飲食地雷 今天的主題是要讓你們知道 什麼是 越減越肥的可怕減肥迷思 我們今天的特集呢 名字叫做 棉花草女孩減肥 還有細小腿按摩術 是的 來到了第18天 我們要來開始打薄一下了 是的 今天的內容呢 就要來跟大家講 手臂要怎麼戲 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叫做 怎麼解救水腫型肥胖 今天要告訴你們 如何一個舉動 就可以簡單的破除 水腫型肥胖的困擾 然後你們會看到 我今天背後有非常多的 就是是器材 所以我今天來幫大家做一個實測 究竟你的屁股是大還是翹 我必須要跟你講 為什麼這四大點就會讓你成就美 跟你要做減肥這些事情 它是會變得輕鬆 而且你是愉快的 今天的主題就是要跟大家講 最難減的小肚子 到底怎麼才能瘦 所以今天的這個實測呢 我們說了 今天要拗小腹實測 其實這個實測完全都是真實的 今天要告訴大家做什麼事情 可以有效的減去內臟脂肪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今天的主題是 如何細小腿 我必須講這次回正 然後正常的飲食跟作息 你的人生就會不一樣 吃的KIMIBA 30日減肥企劃 終於我們來到最後一天